台北孫先生,孫先生你好 回文你好 你好,孫先生你好,請說 難得有像你這樣的專業的評論 我坦白講,其實蘋果是在幫小英在選舉 這麼明顯 對啦,你不好意思講,我幫你講 謝謝,感謝你 第一,我跟你保證,王金平先生如果選的話 百分之百,超過三百萬票輸 輸三百萬票,要求 五百三萬票,真的,他會創歷史 然後呢,順便把整個國民黨在立法院的氣 一次就極潰散 一次輸光光 一次輸光光,真的啦 真的,那個不但是過半數 這個小英他們要過半數 因為說真的,我這輩子唯一沒有投票這一次 就是台北市選舉 你說去年底的那個 對啦,我難得 你知道我就不選嘛 你知道王金平是偉大 真的,他創造的制度 他解決了政黨政治 你知道 本來兩黨政治在國會各自負責 對不對 他一個人就把國民黨就結束了 一個人就搞定了 對啦,就搞那個政黨協商 你知道嗎 那說真的,我們的馬先生 真是,我不要講他 不過還是要提一下 他其實幹嘛要去搞說 這個你官說 應該跟他有說話 你這個勞苦功高 我們現在行政院長都找不到人 拜託請你來當行政院長 那這把幹掉 就把幹掉嘛 笨蛋嘛 他沒那麼,王金平沒那麼笨啊 不不不不 我跟你講 跟他講 你如果沒有去 沒有去,你看 人家來爆黑函 好,我了解你 對不對 一個軟的一個硬的 太差勁了 你知道以前那個蘇智誠 大家都已經忘了這好人物 李登輝的愛將 他真是我們全中華民國最厲害的 玩政治的 為什麼 現在已經 你看,他當年那麼兇悍 那麼火辣 現在還有人提他嗎 很少 他平安下莊欸 欸真的,這都是真的 跟邁永辰比 他真的是安全下莊 開玩笑啊 他高段中 他比李登輝還高段 李登輝是高段 他是高段中的高段 劉泰英還被抓去關欸 蘇智誠沒事 對啊 他其實真正全清一死 的確 然後 吃香的喝辣的 也不在話下 但是卻能夠乾乾淨淨的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 甚至連名嘴也不罵他 沒有人知道 欸,那個孫先生 你現在講蘇智誠 我看恐怕有一半的聽眾朋友 不知道你在講誰 聽不懂對不對 聽不懂就表示 那個研究政治還不透徹了 了解了解 好,謝謝 真的那個王金平 他就是破壞了民主政治 我百分之百 我們還要再教訓國民黨 OK,好 謝謝 謝謝台北孫先生 謝謝你的call in 蘇智誠 就是以前李登輝 這個總統當事主任 跟劉泰英 可以說併稱李登輝的哼哈惡將 你知道李登輝到最後奪那個嗎 劉泰英回來突出 李登輝公開講說 我跟劉泰英不熟 李登輝說的我會聽什麼都會吃的 你跟劉泰英不熟 這種話你講得出來 李登輝就講得出來 李登輝 李登輝 李登輝